莫少聪放话要抢回儿子,洪心被气哭。张丹丰妻自怒对太姐恨了。 说起莫少聪、洪心、张丹丰三人之间的恩怨,复杂程度不亚于谢霆锋、王妃、张柏芝。 当年洪心与莫少聪因戏生爱、感情深厚。 不久后洪心怀孕,本以为两人会结婚。 没想到莫少聪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不仅提出分手,环污蔑洪心勾打富商,更仰仰洪心肚子里的孩子来路不明。 万念俱灰的洪心只好独自产子,成了单亲妈妈。 香港娱乐圈没落之后,洪心北上发展,结识了内地小声张丹丰,也就是花青谷里的东方玉青。 两人很快就结了婚,婚后洪心为张丹丰生下女儿,还把与莫少聪所生的儿子的名字由莫搞连改成了张浩峰。 洪心哭尽甘来,成了人生赢家,这时莫少聪又开始作妖了。 原来是张浩峰有意进入娱乐圈发展,洪心也很支持,可是莫少聪却不同意,还放话要将洪心告上法庭,从他身边抢回儿子。 按理说,张浩峰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洪心在抚养,莫少聪既然觉得张浩峰不是自己的孩子,为什么还要掺和洪心和张浩峰的人生? 如今张浩峰已经17岁,有爱自己的妈妈和不偏心的继父,凭什么莫少聪要把他抢回去? 面对莫少聪这种无耻行径,张丹峰一句好像是便宜我了真是解恨,左右貌美温柔的妻子洪心,又有一对帅气乖巧的子女,可不就是便宜张丹峰了吗? 据说当年莫少聪是因为吸毒所以在娱乐圈带不下去了,如今还想碰慈洪心,他到底想干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